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主啊,我们的敬拜,主啊,愿你愿纳 主啊,当我们现象敬拜跟赞美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的信心,主啊,被提升 还有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 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愿神打开我们鼠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得胜的行列当中 或许我们可能在这个感觉到自己很无助 没有盼望 但是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得胜者 上帝是使我们得胜的那一位神 主啊,我们来敬拜他 哈利路亚 今天靠着神所加添你的力量 加添给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凡事都能做 主啊,主啊,我们要像保罗一样 主啊,我们说,主啊,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 我们是在处高位或者是处低处的时候 主啊,不管是在高山上还是低谷当中 我们都能够开口来赞美你 主啊,因为我们的赞美敬拜 主啊,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而封闭我们的口 主啊,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圣灵啊,我们欢迎你今天造成 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 主啊,赐下新的方言 赐下新的能力给我们 叫我们得着 主啊,从上头而来的力量 叫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中 主啊,成为一个上帝有能力的见证人 叫我们在这世代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 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 是能够来荣耀我们的主的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是的,天父上帝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 愿你喜悦我们所献上的 主啊,我们祷告今天早晨 我们也欢迎圣灵 圣灵保卫师充满我们 圣灵保卫师来把神的话语 教导我们 教我们能够明白 教我们能够在神你的面前 领受那从属天而来的 Rema 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祷告我们把这次时候 要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的时间 交托在你的手中 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神 听我们祷告 奉考耶稣名祈求 阿们,Amen,Amen,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再次的跟大家问好 今天早晨呢 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呢 我真深深的感受到 上帝的光照我们 弟兄姐妹 教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 任何的处境当中 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 愿神让我们的心中 再次的蒙起 那个盼望 叫我们的心中再次的火热 再次的火热起来 Amen 哈利路亚 今天早晨呢 我们这时候也是要来 学习神话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来到 马太福音新约的圣经的第三章 我们有今天一个特别的讲员 巴士朱里 他会跟我们分享神的话 好不好 这时候呢 我们一起来听 巴士朱里 跟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有请巴士朱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感谢主 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来亲近主 每天清晨能来亲近主 这是美好的事情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我的主题是 为主预备道路的人 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三章 我们看到的主题 当你读经的时候 你看到主题就讲到 施洗约翰 那施洗约翰呢 他是马拉基之后的第一位先知 有人称呼他为旷野的先知 圣灵不是引导施洗约翰 在城市里传道 也不是在人口 集中的地方传道 他是在没有多少人的 犹太的旷野传道 他的使命 乃是要叫人悔改 为主预备道路 吸引那些能真心 等候弥撒亚基督的人前来 施洗约翰的一生为主而活 他致死忠心 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 他很勇敢的指责虚伪的信仰 而富裕人人 要有真实的悔改 结束悔改的国子 让我们一起来看 施洗约翰 他的出身 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 在第一到第六节 那时施洗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以撒亚先知所说 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 亦被煮得到 丢止他的路 就是指着这约翰说的 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 素腰素皮带 刺的是蝗虫和野蜜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翰河一带的人 都出来到他哪里去 承认自己的罪 在约翰河里受了他的洗 在这里介绍约翰的出场 弟兄姐妹 你认识施洗约翰吗 他的出身是很特别哦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 有详细的记载约翰的出身 施洗约翰呢 他来自近前的家庭 他的祖宗都是祭司 父亲撒加利亚也是祭司 母亲伊丽莎伯 是亚伦的后裕 他的孙亲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 而且是留心遵守神的诫命 约翰的出身很特别哦 他父亲撒加利亚 正在圣殿侍奉的时刻 天使向他显现 说他的妻子 伊丽莎伯将要生一个儿子 许多人会因他而得福 他在主前要被尊伟大 约翰在母父里的时刻就被圣灵充满 他就是那旧业预言中的新业先知 通常一般上 所有的先知的预言都指向 那将要来的弥撒亚就是耶稣基督 但施洗约翰却是唯一的先知所预言要来的先知 除了在以赛亚书预言之外 我们在以赛亚书43章我们三节 我们看到先知马拉基也说 烟花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哪里去 这个先知以利亚 就是所指的就是施洗约翰 主耶稣在世上提起施洗约翰的时候 他说这人就是当来的以利亚 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 所以施洗约翰的出身是先知所预先宣告的 这是他特有的光荣 可见他到世上来的任务早就在神的计划当中 是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都在以神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一样特定的计划和呼召 感谢神 让我们人认识他信靠他 因为认识神 我们就认识了自己 明白我们活着的目的和价值 我们就不会轻视我们的生命 要好好的活着哦 要争取我们的一生 要好好的认识神 每一天要为主而活 不要辜负神给你宝贵的生命 施洗约翰呢 他处置于敬虫的家庭 他本身也非常的敬虫 他的心事为人 以蒙昭的恩相称 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 他腰素皮带 吃的是黄虫和野蜜 这表示说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当酒浓酒他都不喝 他愿意舍弃世上的享乐 担心的把自己分别出来奉献给主 他在旷野宣传悔改的信息 是活在圣灵充满引导的生活里 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 约翰他有明确的使命 就是要使许多的以色列人归向主 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 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叫叛逆的归向父神 施洗约翰不但有敬虔的家庭背景 他本身也有敬虔的生命 是的 我们在他身上有明显的记号 在他的生命里头也有明显的见证 所以呢 他所说的话是有能力有权威的 可以使人幸福 他所讲的信息毫无妥协 他的信息能打动社会中每一个阶层 当之贵族王公下到平民百姓 他们都愿意来到他那儿给他洗礼 弟兄姐妹 金钱的生命不但能得人欢心 也能使人幸福 你说的话 做的事都带有权威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是逃足喜业的 叫神的荣耀 当我们的生命能发挥正面积极的影响力 当我们的身边 能当我们的身上能散发出基督的香气 即使我们只是影响身边的一个人 能带领一个人归向耶稣基督进入天国 这也是极大的荣誉 在整个国里是被纪念的 是得主称赞的 在第一跟第三节里 就描述了施洗约翰 他在旷野传道 施洗约翰被称为基督的先锋 为主预备道路的 他吸引那些真心等候 弥撒亚基督的人前来 约翰是为基督预备反性 他促使人的心能回转归向神 好让主有平坦的道路 能进到人的心中 在人的心里掌权作王 他传讲悔改的信息 替人施洗悔改的洗 以洗礼来代表悔改 让人悔改的目的就是 要人相信在那以后要来的基督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 我们来看第七到第十一节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来到他施的洗的地方 就对他们说 毒蛇所生的 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呢 应当截住脖子来 以悔改的心相称 你们心里不要以为 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死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后遇来 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 所有不借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表示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替他提学 也没有资格 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 当约翰一出场的时刻 他就宣讲说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天国在马太福音总共出现了32次 他表示就是指神的国 天就代表神 天国尽了 天国的事行即将来到 就是说神的统治和权能 已经来到世上 接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神的国度已经在地上彰显应行了 而这个能力并非是属物质 或者是政治的 是属灵的权柄 犹太人 他们所盼望的是米赛亚的国 是一个独立的犹太人的国家 他们盼望大卫的子孙的米赛亚 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辖制 但是 这天国并不是犹太人心中的米赛亚国 而是神掌权的范围 是神的权柄在全地点名 用天的方式来管理全地 马太福音最初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 所以犹太人他们很习惯 避免直接用神这个字 所以他们用天来代表神 然后我们在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我们就常常可以看到这个神国 天国就是指神的国 约翰施洗约翰的宣告有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警告 那将要来这的审判已经领尽 第二就是呼召 就是说天国将要降临 人们必须悔改 第三就是要求 以具体的行动来表明他们悔改 许多人都来到他那里 给他施洗 犹太人他们以信心期望 最后的审判来临 以为到那个时刻 犹太人他们必蒙福 外邦的压迫者统治者都会灭亡 然而约翰在这里警告他们 依靠犹太祖先不能保证他们免受将来的审判 唯有真正的悔改才能免去灭亡 约翰期待 那将要来施行审判的 他会用圣灵合伙给百姓施洗 那指的就是火的念尽解尽 跟圣灵的教官也赐福 在这里我们看见 约翰带出一个信息 不悔改者将要灭亡 悔改行义的就要蒙福 他所传讲悔改的道 是要百姓用信心来改变他们的心智 然后以认罪来表明他们去决罪的决心 并且要借助悔改的果汁 以悔改的心相称 真正的悔改就是回转 心智和行为上的改变 顺服归向真神 罪就变得奢免 跟人在神的关系上的一个转变 要在每天的生活中彰显出来 悔改的生命 必会结出悔改的果汁 我们从撒盖的悔改我们看见 撒盖本是忍人怨恶的税吏 但是他认识耶稣之后 他说我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表明他真的脱离了钱财的捆绑 他会要得着主 税吏他们通常会故意 包固了人的财产或者是收入 从中取得不大的钱财 所以呢 撒盖过去是很多人都很讨厌他的 但是他认识主之后 他生命就有一个转变 他过去是欺压自私的 那如今呢 他是充满着恩赐 坎贷是诚实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很原历的指责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 这毒蛇的种类就是指 这些人他们里面他们的心性是败坏的 我们来看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谁呢 那是当时在祖前 150多年前 有许多犹太人他们接受了这个外邦文化 希腊文化 以及他宗教的公俗 他们不愿意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了 因此呢 就有一派人兴起 对这种文化的排斥和反叹 远离希腊文化腐败的影响 他们就定义要使人 紧守摩西的律法和古人遗传的规条 法利赛人的意思 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他们很严谨的 行守摩西的律法 包括远离一切不洁净的人和事物 他们甚至会将自己 以那些不远守摩西律法的人分开 划清节线 以表示他们自己的圣洁 他们绝对不会像一个人 一个罪人购买任何的饮食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人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的 他们也不会到罪人的家里吃饭 以免他们住饭净洁 所以法利赛人为了要原格 行守摩西的律法的规定 他们在法律上加了许多负责的条规 造成了人们很难去遵守 法利赛人他们着重外贸和疑问 他们有外表的敬虔 且无内心的示意 所以耶稣常常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因此他们时常反对耶稣 也成为了谋害耶稣的一个党派 撒都该人呢 是与法利赛人同时兴起的 是犹太教内有极有势力的一派 他们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贵族 或者是祭司的家族 非福则贵 因为犹太人当时受罗马的政管制 政治宗教都受到罗马政府限制 他们这些撒都该人 他们就会极力的向罗马政府靠拢 他们名利接收 新叶时代犹太省的大祭司都是撒都该人 撒都该人他们执掌圣殿里的大小事物 主持同拜的仪式 他们自私过高 以众民远离 十分不得民心 撒都该人常常与法利赛人试探主 抵挡主 所以耶稣警戒门徒要防备他们的笑 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 他们也随之消失 在新叶里 这两个教派都受到耶稣原力的谴责 耶稣亲自指责法利赛人在法律上 心中不分 本末倒吃 并且严厉的指责他们 所持守的传统与律法的本意不相符 起初呢 他们是不惜任何代价 立保圣洁 去抗希腊文化 但是后来 却已能谨守律法而自夸自欲 变成骄傲 其实保罗本身就是法利赛人中的代表 可见法利赛派本来是好的 他的辩职可以成为间接 提醒我们 越是尽浅 我们越容易受到自满自义和骄傲的试探 所以 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谦卑 神向我们所要的是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约翰毫无退缩的警告他们 要用行为来证明你们已经悔改 不要自以为有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 就可以逃避审判 神的审判 就是没有结果的数怎么样呢 就要砍掉 有结果的数呢 就保留 就是说 没有真实的悔改 将会被拒绝 真实的悔改 不是靠关系的 不是靠祖先遗传 传统 唯有是生命结出国子来 是属个人的 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教导我们 不要只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示意 救恩和属灵的恩赐 是属于个人的 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 我们有没有靠关系 没有人 我们没有人能靠别人的关系 来与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 别人只能教导我们 但是 真正与主亲密关系的 是带于你自己的选择 你若愿意坚定遵行神的命令 死守属灵的超念 那你就是活在天国里的人 你可以享受天国的福分和全能 因为神的掌权就在你的心里 祂做你的主人 你一切所需要的能力和智慧 都在祂里面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这是不是很美好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自己约翰的洗礼 与耶稣的洗礼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来看11节到17节 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表示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哪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替他提学 也没有资格 他要用圣灵余火 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旗 要扬进麦场 把麦子收在舱里 借用不灭的火 把康坯烧尽 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来到 约翰和约翰那里 要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阻止他 说我应当受你的洗 你切到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 暂且这样做吧 我们理当这样 复行全部的义 也是约翰答应了他 耶稣受了洗 立刻从水中上来 不然 天为他开了 他看见神的灵 好像鸽子降下来 落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洗液的 约翰的出场 是准备耶稣的进场 约翰的洗礼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 与彻底悔改 有密切的关系 他不仅要求外邦人如此 犹太人也不例外 第二 主要是漠视性的 为米撒亚的来临 做好准备 那时 他要来用火 跟圣灵施行 洗礼 神的百姓 与不幸的人 要被分开 第三 象征道德上的捷径 为人做好 进入天堂 天国的准备 为什么耶稣需要受洗呢 以基督的完全和无罪 他不需要接受约翰悔改的洗啊 因此当耶稣要来受洗的时刻 约翰拦住他 耶稣亲自回答说 我们礼当尽诸般的意 在现代中医一本翻译说 因为这样是事行上帝的要求 意思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吩咐 这是为了完成上帝全部公义的要求 虽然耶稣无需悔改 他也没有罪可认 但是他愿意借着悔改的洗礼 表明他被列住在犯罪之中 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我们看到 通过这个代表死亡的仪式 他虚集 他取得了与罪人同样的地位 借着洗礼来取得在罪人中的地位 以便最终在世纪的替死里 与他们联合 这样的行动表明 主耶稣他愿意以罪人认同 甚至为他们死他都愿意 这是何等的大案 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刻 是预表他的复活 借着死埋葬而复活 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并且建立了公义的基础 让罪人得称为义 耶稣受洗是为我们而受洗 不是因为为罪而受洗 耶稣受洗后有三件神性的事情发生 天突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各自降在他身上 并且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业的 这不但显明给以色列人看 他是神的爱子 同时也让施敬的约翰认识 他是一位给人用圣灵施敬的主 见证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从第四一节里我们也看见 我们不仅要接受水洗灵洗 还要经过活洗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并且要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开始经历圣灵保卫师的帮助 引导安慰以及保护 感谢主 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活洗就是念经的洗礼 这表示 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念经 使到我们的生命能更加的成熟 圣洁跟和夫 主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正经历伙伴的思念呢 你当知道 这是我们生命的必经之路 你当凭着坚固的信心来 胜过思念 其实 在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里 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作为 或者是说神的恩手 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我 放下我们自以为一 放下我们的自卑自怜 而将我们的圆目 对焦于神 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定义 遵行神的命令 那我们一样也会听见 主对我们说 你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业的 在这里 我们也来看看 洗礼对基督徒的意义 洗礼是我们的表决 是我们信仰的见证 一般人对洗礼 有错误的认识 他们认为洗礼就是得救 他们认为洗礼就是真净徒 他们认为 接受洗礼之后 就是上天堂的门路 他们认为 接受洗礼之后就完全了 其实这些都是误解 都是错误的 接受洗礼的真正的意思是 我们信靠耶稣的见证 是我们现在 我们以主同时的表明 是我们愿意 接近罪恶的表明 以主同埋葬 表示我们罪身灭绝 也是我们以主同活的表明 就是我们归入基督的记号 是要表彰基督的样式 做一个真基督徒 是立志靠圣灵向罪死 向生活 所以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 他们都必须知道 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因为我们不能自救 我们必须承认 耶稣是独一的救主 我们必须承认 耶稣一切救赎的工作 都是为我而成功 而完成的 我们必须接受耶稣的救赎 并他所赐的永生 弟兄姐妹 你受洗了吗 从马太福音第三章 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和学习 我们蒙招是很特别的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 一个任务 因为我们是神所特别创造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认识神 认识自己 认清我们的使命和被造的目的 我们要活出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不要虚度光阴 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神的计划和他要成就的事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只要我们做对的事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可能我们无法影响整个社会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影响身边的人 让我们再次的来谨记 第一 以神对其活出命定 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样特定的计划和呼召 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去认识神 当我们越认识神 我们就能越认识自己 不要错失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历会 那历会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 要我们做不同的事情 对我们有不同特别的任务 当我们能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无论是高山低谷 顺景逆景 我们都能与神对焦 我们都能认定神的时刻 我们就能看见神的美意 第二 毫不妥协 传讲真理 今天的教会最大的需要 就是诚实的劝告 我们常常说要彼此相爱 是否大家彼此讲好话 互相受荣耀 就是相爱呢 今天的信徒不肯接受忠诚的劝告 你会发现到吗 有时候我们讲诚实的话 真的是很为难 当你用基督里的爱心 诚实的劝告人的时刻 你会发现到可能他会表面上接受 但是他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 他可能有很多的不满 但是我们还是要凭爱心 说诚实话 当你知道你的弟兄或者是姐妹 在跌入试探 或者是在罪的边缘的时刻 你要不要去劝告他呢 但圣灵感动你的时刻 你要不要去劝告他呢 坦白说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祷告 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 圣灵会给我们智慧 会给我们赢打 记得 我们要做对的事 要做神 要我们做的事 第三 终于所托 蒙主 约纳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你这一生活着 你最大的满足是什么 你这一生最大的满足 是不是因为耶稣在你身上得到满足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宣兵多主 记得主角是谁 我们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 就好像施洗约翰的服事 他引进了嫉妒 他将人能借着真实的悔改 让基督可以走进他们的心中 做王掌权 他为基督开路 也让基督可以走进人的生命 今天 主也一样要透过你走进人的生命 人要借着你得以看见荣耀的耶稣 在你我的生命里头 我们都要散发着基督的香气 吸引人来归向耶稣 我们的言谈举止 都要带给人盼望 带给他们有永生的盼望 有基督的盼望 弟兄姐妹 感谢赞美主 在我们身上有明显的记号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有明显的见证 天神赐福于你 让我们都能为基督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 持守我们的福招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赞美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神 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蒙神你的愿 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 我们的生命都像施洗遗憾一样 施洗遗憾一样 我们做一个特定的 主啊 你的计划在我们生命里头 天父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能有施洗遗憾的谦卑 所以我们能定义的来跟随你 并且能勇敢的主啊 来执行你要我们做的事 主啊 帮助我们不错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主啊 让我们能做对的事情 在恰当的时刻做对的事情 做神你要我们做的事 成为这时代 主啊 成为这时代 主啊 美好的见证 成为这时代 主啊 能成为这时代人的祝福 主啊 让我们也能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 主啊 这时刻我们可能不能做到能影响整个社会 我们不能影响很多的人 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主啊 当我们定义要持守 主啊 定义持守 活住 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 有一个真实悔改的生命 能借出悔改的果汁的时刻 我们就知道神啊 我们的生命里头就散发着基督的香气 所以父啊 帮助我们 圣灵啊 成为我们每时刻的引导 引导我们主啊 让我们在每时刻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主啊 我们都有这个属灵的记号 哦 很明显的 我们生命里头有属灵的记号 是的 主啊 我们生命里头 都有基督的荣美在我们里面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是叫人 是引人进入基督里头 要基督在他们生命里头 能彰显 感谢赞美 赐福我们献上所有的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要好好地为主耶稣而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Amen 是的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牧师的分享 好吧 这是我们一首回应师来告诉神说 主啊 我在这里 是的 我们要想要预备好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 基督的荣耀 Amen 我们一起来回应神 一首诗歌 告诉神说 主啊 我在这里 求你使用我 你将我从回经历 回复我做你宝贵儿女 附设我愿更多明白你心 了解你为何微笑 为何哭泣 我活着不再为自己 容我成为你爱的器皿 附身 我愿与你同行同行 能与你一起微笑 一同流泪哭泣 你说我对这世代有心 你愿不愿意为我去 附身 我愿意为我愿意为我愿意 我渴望看见每个心 会转向你 会转向你 听见 清白声音 百千里想起 我到刚 看见 附身的心 转向你 而你的心 而你的心 转向不清 我盼望 看见 每个人 都入录影 都入彬影 牵着 身影转变得 伟大神奇 我愿意成为 那白色 落在一子里 你 借助十八字里 重复着你 我 活着 不再为自己 拥抱 成为你 爱的器皿 附身 我愿意 和你同行 同行 能与你一起 微笑 一同流泪 哭泣 你说 我的城市 才有经意 你愿不愿意 为我去 附身 我愿意 便 起 你 我在这里 不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渴望 看见 每个心 会站在你 听见 你的声音 在天地上起 我道道 看见 父亲的心 转向你 而你的心 转向你 我盼望 看见 每个人 走路 明明 天生生命 转变得 伟大神奇 我愿意 成为 那帮子 落在 你 转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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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愿意 我在这里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渴望 看见 看见 父亲的心 转向你 看见 父亲的心 转向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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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 那帮子 落在 你 我愿意 Amen 是的 主啊 愿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主啊 因着信靠耶稣 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真的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好吧 我们这时候以这个主导文做今天的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没有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底凶恶 因为国度 全病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我们明天早晨一起来敬拜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